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ector 跟E-Vector 类似之假象 看起来好像类似 其实它不一样 就好像现在我们好多这个冒牌的 现在流行的就是山寨版 它外表都一模一样 但是实际上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 我们现在比较 Diverging E 要等于 Rho over Epsilon zero 与 Diverging of D 等于 Rho F 看起来好像 看起来好像 尤其是你在真空里面 真空里面我们不是说 D 等于这个吗 在真空里面呢 如果是真空的话 Free Space P 等于 0 真空什么都没有 你拿什么来计划 你计划它有什么计划强度呢 你在有电 有界电值才会计划 对不对 你真空拿什么计划 没有 那么 D 呢 就等于 Epsilon zero E 好像啊 我 E 只要乘一个 Epsilon zero 就是 D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我们是看到 好像它很类似 但事实上呢 我们讲它的不同点 不同点 比较这个 我们觉得 比较这个 好像 E 与 D 有相当的 一很像 非常像 我们说 好像这个 E 与 D 极为类似 但事实上它有差异 但有相当的差异 它差异在哪里呢 差异在哪里 我们知道 电厂啊 它有高丝定律 这高丝定律从哪里来的 从库轮定律来的 从库轮定律 那也就是说 电厂呢 有库轮定律 但是 D 没有库轮定律 它第一点就是 Electric displacement 无库轮定律 没有库轮定律 我们知道 E 是等于这个 如果它分布在 有限的 区域 电荷都分布在 有限的区域 它是 4π ε0 它乘上 Rho F Rho F 然后呢 我多写一步好了 它就变成这个 DQ DQ Over R平方 它是这个 好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 写成这样子了 好 这就变成Rho 乘上 乘上DTQ Rho DTQ 然后R平方 R Univectal 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我们说 D跟E很类似啊 就差在这个 Y0啊 那么D可不可以 写成这样子呢 我们直接写过去 可不可以写成这样子啊 不可以 它没有这个定律 那这个 我们说这个 不相等 不相等 这个不相等 因为你如果说 有介质存在啊 有介质存在 有介质存在的话 这个Rho 不单单是Rho F 它有Rho F 加Rho B 你Rho F 乘过来 你如果只有Rho F 有一项这个 还有Rho B 还有啊 Rho B 还有啊 Bounder Charge 也会产生 也会产生电场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没有这么一个 简单的状态 像这个 这么简单 所以它就是没有一个 不能够从这个 戒指里面 去算Electric Displacement 用这个算 不可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那我们看 Electric Field 以前我们这个 Electric Field 是静电 静电厂 静电厂有什么特性呢 静电厂有什么特性 这个很重要 静电厂有什么特性 Curl 1要等于0 对不对 Curl 1要等于0 好 那我们说 Curl 1 一定等于0 真的是很等于0 这就是静电厂有什么特性 这就是静电厂的特性 但是我们发现 Curl 1 并不会很等于0 但Curl 1 不会很等于0 不会很等于0 OK 原因就是什么 因为 Curl 1 我们现在把D写成 Y0E 加上Polarization 那么这个可以看成两项 一项是Y0 乘上Curl 1 然后再加上Curl P 这个是0 这个是0 但是这一项不见得是0 这一项 Curl是什么意思 Curl它就是 你有Curl的话 比如说 我们Curl 1 有Curl 1的话 那么你把它乘上一个 DA 它可以等于 E DL还是DS 我给你们讲 都可以用 DL Closed Closed Path Intical Closed Path Intical 那这个就是说 你远着任何一个 封闭路径的静电厂 它的限积分一定是0 一定是 因为它是Divergence 它这个回旋的量就是0 但是P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这个界电值啊 有的是 它这两个不一样 两个可能不一样 那你绕一圈的话 绕一圈的话 这个 这个是在这个界值 这个是在另外一个界值 这两个值不一样的话 它加起来为什么会等于0呢 不会等于0 所以这个 这个不见得是等于0 不是很等于0 OK 不是很等于0 这个很等于0 但是这个不很等于0 所以它有这么大的差异啊 有这么大的差异 所以我们要认识它的差异 然后我们就要看它的边界条件 像这个就是边界 它两种不同的界电值啊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电厂在这个地方 同样是这个电厂 同样在这里 在这一边 靠近这一边的电厂 可能是这样 靠近这边电厂 可能是这样子 并不是一条线 可能会有一点弯曲